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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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分數兩個世界的呼吸 對彼此很好奇 無解交鋒蓋不掉嘴硬 明明就心動的不行 我和你 一切陷入了愛情 好驚喜 悲傷淘汰的心吻下去 總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Nanana Nanana Baby N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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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兩顆終於能敞開的心 所有悲傷都能免疫 我和你 一起陷入了愛情 我清晰 悲傷淘汰的心吻下去 不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不再質疑 無論上…… 顧總 謝謝你啊 等我把衣服洗乾淨了 就還給你 好 聰教 衣服怎麼濕的 我被人潑了髒水 不過沒事 怎麼沒事 著樑怎麼辦 顾总 双脚只不过上个班 用不着受这样的罪吧 陆雪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她是我的员工她受了委屈 我自然会替她讨回公道 不劳你费心 顾总说得好容易啊 替她讨回公道 然后试着衣服回来 你在这里多纠缠一会儿 她就多难受一会儿 走 双脚 走 所以胡佑闹肚子 吴雨被带走 你被拦下 我跟双脚被泼脏水 都是有人蓄意安排好的 那姜文池出现在必进 就并不意外了 尽快查清这件事 好的 顾总 最近 好 看看吧 好 您好 先生 您二位是看裙子 那请问 是哪位穿的 我可以给您推荐 合适的款式和池吗 不是我们穿的 那送人呢 明白 我给您推荐一下 好 这边请 这碗姜汤趁热喝了 谢谢 头发要快点擦干 没关系 我自己来就好了 谢谢你 叔叔和俊杰都不在家 邻居帮忙天经地义的 你这么辛苦 叔叔知道会心疼的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爸 我爸和俊杰都不知道 我在柯林之上工作的事 你考不考虑 离开这家公司 为什么 你那个顾总不太正常 于公于私和他接触太多 对你都没有好处 你跟我们顾总 才见过几次面啊 你就知道他不正常了 我去吧 你怎么还在啊 我怎么在这儿 似乎不用跟你解释吧 倒是顾总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也不用向你解释吧 这又不是你家 是双胶 顾总 你怎么来了 你家他怎么喝这么久 还没喝完 差不多喝好了 这是什么 你被破试算是工伤 这是给你的补偿 可是 公司福利 谢谢顾总 我走了 顾总对员工真是细致如微啊 不是他领导我对员工好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 我 我差不多时间该去休息了 你们要不就 他浆汤喝得也差不多了 你还不走吗 顾总的衣服和面膜也送完了 也该走了吧 好 那我们一起走 请 请 请 阿斯很适合你 不要弄脏了 活毛 生家早送啊 早 这衣服够漂亮的 谢谢 这衣服你见过了 昨天顾总给我买的 我是说人漂亮 这衣服吧 一般 是吗 我觉得顾总的平衡 还挺好的 你干吗去 我 今天是一个 很特别的日子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 买了新头盔啊 没有 这个头盔是商场搞活动 送的赠品 好吧 那我去上班了 我要迟到了 拜拜 拜拜 吃 我让你乱走 行 好的 走 走 双胶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这衣服应该挺贵的吧 没有 我居然之前没有发现 你长得还不赖 怎么说话呢 是不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花的那件 比较好看 你要提高自己的审美 多看点杂志 我穿得也不错啊 今天是要去干吗 是不是去相亲的 我今天确实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 谁啊 傻八卦 顾总好 顾总 好 是 这个是您借给我的衣服 我已经洗好运好 谢谢 你穿这样真好看 是吗 我还担心穿这样来公司 会显得有点太招摇了呢 不会 真的好看 谢谢 顾总 怎么了 别动 有行动 那顾总 我去换工作服了 好 顾总再见 你这样你试试你按三下 你按三下 你按三下 三下之后他就是另一种模式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是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直接约我吗 顾总 顾总 你要的果豆汤来了 我跟你说这家超好喝 来 这什么味道 赶快盖起来 什么什么味道 很香啊 这家汤真的很厉害 不应该是这个味道吧 这明明 明明应该是 那个味道啊 顾总 顾总 好 那这个果豆汤 不用了 你帮我处理掉 那 你不喝 我 我真的喝了 亲密接触后 真的会有应激反应 有那么炫吗 你再帮我秋秋里面吃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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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打电话 先去那客户地址 你能看清楚啊 那我就这样了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 好 看你红色紫色的 好 好 我看一下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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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邋遢鬼还爱干净 郭总 你怎么会在员工休息室啊 我在 勘查卫生情况 您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拿一下我的杯子 那您拿吧 奇怪 这个杯子怎么变得这么新啊 我听金叔说 你上午接单 你去客户家 情况怎么样 顺利吗 不是很顺利 我都还没进门呢 那个客户卷 让我走 一般客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金叔说那个客户 以前是个职业网球运动员 后来腿受伤了 就一直坐在轮椅上 他可能是心情不太好的 反正我自我介绍还没做完呢 他就让我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了 这样你应该可以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不想接 家庭的单子了吧 要求多 投诉多 问题也多 但如果是公司情结 或者是实验室情结的话 我们就有相对应的标准 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出现了 可是人总是要回家的呀 如果家里不干净 那心情怎么会好呢 生病了 他那都是惯的 这么交信将来能干什么呀 我们顾家不养废人 如果你情结的目的 是想你的客户感到幸福的话 那我想这个目标你永远也达不到 因为你无法用一个有限的情结 却实现一个连客户都无法定义的幸福感 就像这一次 他的不幸福感很明显 和你们帮他打草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连他的家门都没有进去 就被赶出来了不是吗 不需要纠结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没什么好愧疚的 你杯子也拿了 水也喝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正要走呢 顾总 你不走吗 我等一下就走了 我还没视察完呢 那我先走了 还是不好意思约我 是不是我该主动一点 请进 请进 顾总 你找我有事啊 运动员的单子 有什么想法没有 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 对不起 没事 这单不行 做好其他单就好 我们都是在挫折中 不断成长的 没有人生来就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会越来越优秀 谢谢顾总 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这里完全没有别人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我 你怎么换衣服了 那个你送来的衣服 我闻起来蛮香的 不是 就运洗得特别干净 所以我就换上了 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还有件事 是 我今天想请一下假 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已经跟金叔说过了 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顾总 可以吗 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见个户 不是 是私事 你刚不是还说会努力工作吗 这就是你努力工作的态度 努力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好了 你可以回去工作了 好 我会用实际行动 证明我会努力工作的 这是自作妥精 妈 妈 看来爸已经过来看过你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所以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蛋糕 生日快乐 妈 你放心吧 我 爸爸还有弟弟 我们三个都挺好的呢 爸爸身体越来越好了 俊杰呢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会保佑他的对吧 妈 我也挺好的 我现在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工资很高 已经不用一天打好几分工了 我特别高兴 你也会保佑我的高兴的对吗 你也会保佑我高兴的对吗 你也会保佑我高兴的对吗 可是 可是 妈 我好累啊 我们部门 可能三个月后就解散了 俊杰还要上大学 爸爸还要靠着我来照顾 我必须更努力地工作 才能让俊杰过上跟别人一样的生活 妈 妈 放心 我会加油的 那我就先走了 等再有空的时候 我再过来看你 我还没关系 我再过来 我还没关系 你呢 还要吧 你意识全世界 我还不拥了 我这些事 小洛 小洛 心情不好 草莓味的 吃个冰激凌 能让心情迅速变好 你也这么认为啊 对啊 这个还是别人告诉我的 疼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个冰激凌 心里一下子就觉得没那么疼 那这个人说的太有道理了 跟我简直英雄所见略通 我再给你拿一个吧 谢谢 修炼成这种中央空调 他得找过多少女生 俊杰 你怎么在这儿呢 吃饭了吗 快起来吧 外边凉 跟我进来吧 跟我进来吧 小心点 我都忘了 爸 你看着领锅呀 烫死我了 你去把那个 我舍不得喝的那个酒 拿出来 我跟小龙喝两杯 喝了 你还有一个 我都忘了 我 我都忘了 好 你 我都忘了 我怎么没有 你怎么还要 我也不忘了 你别忘了 只是因為我們家男人多 放東西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 我這個女主人的感受 我乾脆給你訂做一個 只有一米高的廚櫃 小矮人都拿得到 你說誰是小矮人 等會兒 一米高的廚櫃 原來如此 我知道了 謝謝你啊 爸 我不吃飯了 你們吃吧 你去哪兒啊 我回趟公司 我去哪兒 下班了 下班 金書 雙腳 這麼晚你怎麼回來了 我知道該怎麼給那個 運動員家裡做清潔了 李超他們家亂 是因為他行動不方便 所以東西不能放在 他接觸不到的地方 他不讓我們進去呢 是因為怕我們把東西亂放 所以只要解決了 擺放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給他家裡 做得又乾淨又整潔了 想得真周到 我都沒想到 雙腳 你太聰明了 給你一個大大的讚 這麼晚了 沒吃晚飯吧 沒呢 我突然想到了 就趕快跑過來了 顧總要是知道你這麼努力啊 一定開心得不得了 之前的反對把你招進來 其實並不是針對你 做領導的 確實有做領導的難處 但是啊 他做這一切 都是為了公司好 我最喜歡顧總了 如果我沒在做 他就是喜歡我 你說什麼 我最喜歡顧總給我發錢 你這個小鬼頭 那金叔我先去做方案了 那行 吃飯啊 好啊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只想測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免疫 畢竟之前是免疫嘛 嗯 我只是想測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免疫 畢竟之前是免疫嘛 真的對他免疫了 真的對他免疫了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受什么打击了 还是你姐又欺负你了 不会是失恋了吧 我跟你讲 你现在可是快要高考了 千万不能分析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只会惹麻烦 怎么突然这么说 是有人说你什么了吗 没有 只是我自己这么觉得 你这就是典型的考前综合证 太紧张了 要不然这样吧 明天高考我去送你 我跟你讲啊 我最近刚考过了驾照 高分飘过 到时候我让你也沾沾我的喜气 保证你考试顺顺利利的 那多谢了 我先去拿个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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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什么用都没有 家里的人都在照顾我 我只会给他们添乱 你还要做的 话不能这么说呀 你能做的还是很多的 就拿你爱搞小发明 这件事来说吧 这就不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得来的呀 对吧 可是我的发明 一点用都没有 甚至还会给他们 带来麻烦 俊杰啊 家人是永远不会 嫌你麻烦的 给我吧 等一下 我还没关开关呢 我还没关开关呢 不在哪里 有其他的 我还没关鍾 竹妍姐 你看 你这小发明的心得 还是很有用的吧 成熟 就是像这种一件一件的小事 累积起来的 你现在能帮家里 修这些东西 长大以后 也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的 我当然会的 我把他带回来干吗 爱干净 明明最不爱干净的就是你 这什么独特的品味啊 又毒又丑的 我妈都不会用这种杯子喝水 在哪 妈 你怎么来也不按门领啊 来我儿子家 还有按门领吗 渴死我了 我跟你说啊 仁琪 我听专家说了 对那些有恐狗症的人啊 就应该多给他看一些 狗狗的照片 这看着看着 他就习惯了 我知道你现在对倩倩啊 有点不太感兴趣 那你就多看看 倩倩的照片 视频 看着看着 就不一样了 给你准备好了 我不看 我又没有恐倩倩症啊 这视频不一样的 我不要 挺好看的 你就看一下嘛 我们常常说 爱屋及乌这样的话 就好像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与之相关的一切 都会被加上磷镜 这在科学上有什么依据吗 是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呢 人的额叶和扁桃体功能会下降 会导致判断理事去偏差 那么 情人眼里出西施 就是这个道理 哪怕用对方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 但是在有情人的眼中 也会显得格外地珍贵 所以说爱情是盲目的 不讲道理的 柏拉图曾说过啊 爱情是神给予的 是无法理性判断的去 那么在恋爱中的人呢 会出现言行不一的行为 比如 见面时会极度地嫌弃 甚至言语攻击 但独自一人的时候呢 又会忍不住响弃 有些甚至还会改变生活习惯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 请注意了 当你们出现以上情况的时候 就是很有可能已经心动了 是的 行为不受控制 就连视线都忍不住被对方吸引 这就是爱情的感觉 胡说八道 欠欠这孩子不错吧 不看了 是 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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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课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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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心态很重要 小小贴士要记了 认真仔细好答题 自信饱满创家计 环节紧张有妙招 多吃香蕉和核桃 事无巨细多检查 帮你考场无烦恼 放松心态莫紧张 指日大名提金房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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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了 转眼睛来了 我出发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快 那我走了 好吃啊 快快快快 我给你不能玩 你不能玩的一千万百号 我怎么还不上你 来 考上进场 别紧张啊 没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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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刚好赶上 几个车气还不错吧 你 你没事吧 你这状态考试能行吗 没事 放心吧 要进场了 你好好考试啊 主研姐 给我一个护身符号吗 我家里人都不在这里 心里没底啊 护身符 好 行了吧 你好好发挥 没问题 等我好消息吧 走了 你拿着伞 可能还会下雨的 好嘞 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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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担心了 好 发挥 放心吧 进去吧 李先生 我说了不需要保洁 我这次给您带来了 全新的清扫方案 保证照顾到你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不需要 以后也不用再来了 李先生 既然我们公司 接了您的单子 为您清扫房间 就是我的义务 而且我这次考虑到 您的出行还有活动 比一般人可能来得 困难一些 所以特地为您的 特殊情况 做了一个详尽的计划 你什么意思 少自作聪明了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保洁 李先生 我这次可是带来了 全新的清扫工具 经过我的清扫 你就可以过上 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 李先生 滚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可知 你跟上 我理解针了 那这出事 我理解针了 你还会在这儿 这个是 你也会在这儿 找到什么 你 你 来 大家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单啊 咱们不做了 对不起 秦叔 是我搞砸了 没事 没事 本来这几个月 大家都提心吊胆 现在又被客户给投诉了 这下好了 双交这么一多事 上面更有理由 裁掉我们人工部了 就是啊 少说两句吧 双交也是为了 帮咱人工部 双交 来 你们还记得 咱们成立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 是要给更多的客户 更好的服务 什么时候想提升服务质量 成了多事了 难道因为现在集气多了 我们人工部就自暴自弃 降低标准了 如果我们都这么想 难怪会被公司淘汰 老金 你什么意思 王姐 秦叔 秦叔 对不起大家 是我鲁莽了 是我害整个部门被投诉 我去找顾总解释 没事 双交 没事 行了 大家都干自己活去吧 走走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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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让你无法 tingɛ黎儿 就是你努力工作的态度吗 努力 不是嘴巴收拾而已 顾总那么爱干净 我把他打草干净了 是不是 他就不会怪大家了 对吗 顾总 我觉得你最近 挺关注视双胶的 并没有啊 可是我看你最近 经常提到她 汪小姐昨天的节目里 还说 喜欢一个人眼里 都是她的定律 我觉得你应该已经 喜欢上视双胶了 这什么鬼定律啊 谁会相信 又说中了 说了什么 根据汪小姐 昨天节目里说啊 越是急着否认越代表 你自己已经身陷其中了 疯了才会喜欢上她吧 世上交从头到脚 有什么优点 你告诉我 要问你自己啊 必定是你在关注她的 我觉得她来公司的 目的不纯 我每天关注她 是为了看她什么时候出错 我好把她开除了 是这样吗 是啊 你就这么想开除我吗 幻想现实加速 选择怀揣心疼 为了什么忙碌 夜空下了渺小 命运不朽 蝙蝠生活俱足 我的梦该如何做到 迷茫 灰暗 总是想把谁困在此角 重新面对的勇敢和不解 终归于好 成长就是找回 宁静的地方 来开启新的美好 追选 时光微妙的抵达 改变彼此的牵挂 不再执着于害怕 拥抱的心灵视察 幸福莫名的倾洒 开启新的钥匙吧 回忆拥有了回答 相信相信的出发 幻想现实加速选择怀揣心跳 为了什么忙碌 夜空下的渺小 命运不朽 蝙蝠生活俱足 我的梦该如何做到 迷茫 灰暗 灰暗 总是想把谁困在此角 重新面对的勇敢 一路解成为好 成长就是找回 迷茧的地方 来开启新的美好 追随 时光温柔的抵达 来遍彼此的牵挂 不再执着于害怕 拥抱的心灵视察 幸福莫名的倾洒 开启新的钥匙吧 回忆拥有了回答 相信相信的出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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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